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止一把芭蕾特 不止五珠 还有神庙中人无比关心 谨慎想要守护的东西 而现在这个东西就掌握在长公主的手中 这也就可以解释神庙为什么要携拨庆帝 然后又服侍庆帝 因为他们不知道叶青梅将密码和那东西放在了哪里 贸然出手只会让叶青梅发觉 由此来让那东西变得更加危险 而当时庆帝与叶青梅的关系亲密 让庆帝去帮他们寻找那东西 自然不会引起叶青梅的警觉 由此可见 其实神庙这帮人 他们的目的一开始就不是密码 而是那件被叶青梅藏了起来 却又至关重要的东西 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 叶青梅到底知不知道那东西的重要性 倘若那东西就在长公主手中 那叶青梅又为什么要把那东西交到长公主手中 亦或者 倘若庆帝知道长公主手中的秘密就是那东西 那庆帝为何要为什么要将那东西交给长公主 庆帝知道那东西的重要性 他是故意将那东西交给长公主 让他藏起来的 一系列问题 直在范贤的脑袋里打转 此时 他唯一能肯定的 乃是长公主掌握着神庙中人 无比想要得到的东西 只要肯定了这一点 那么范贤就拥有了与他们周旋的筹码 但在这之前 范贤还要考虑一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 迫使神庙的人如此着急的见身 如此着急的 想要得到长公主手中的秘密 这与他们如此着急的想要范贤手中的密码到底有什么关系 难道说 范贤一丝极此 心神煞是空敏 各位 既然你们那么想要我手中的密码 那你们为何不让我打开禁忌之门 一探究竟 范贤往池塘中的钥匙 甲山看了一眼 略带笑意 刚才已经跟你们说了 今天我们是一定要带走密码的 刘墨压低的嗓音对着范贤道 神庙数百年 上千年未曾真正现身 而今如此大张几股的前来索要密码 岂能空手而回 那个范贤也已经感受到 这五人当中 除了这个叫刘墨的 其他四人都带着真迹 这四个人 都是有修为的 范贤若是不给 这四人必定会动手 要知道 五竹能被他们绑走 黄论一个范贤 范贤心思极此 已是了然 既然这样 那你试试看 范贤抬手是与他们动手 密码是不可能交出去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交出去 如果神庙这些人执意要抢夺 范贤也不介意与他们动手 毕竟到了这种地步 一切道理与权谋 都坚想得毫无意义 但范贤有胜算吗 没有 范贤没有一点胜算 因为他完全看不透对面这四个有修为的人的身间 可即便如此 范贤仍旧选择硬碰硬 你以为我们不敢 这是 张子昂再度开枪 眼睛里竟是蔑视 他的那种优越感 几乎没有丝毫掩饰 看范贤的时候 完全是用一种看低等动物的眼神 或许对他而言 只有神庙中的人 才能勉强算作是人 范贤 你要想清楚 禁地拿你没办法 并不代表我们拿你没办法 五主我都能搞定 更何况是你 刘墨给了他最后通牒 同时也承认了五主的失踪的确与他们有关 而听到这话 范贤脸色顿时骤变 你们把五主说 怎么了 话音落下 范贤体内的真气已然开始翻滚 五主可以说是他母亲一脉最后一个亲人 倘若五主有事 范贤绝对不会放过神庙中的任何一个人 五主本就是我们神庙的 他离开神庙多年 我们只是将其带回去而已 你放心 只要你交出密码 我们可以把五主还给你 刘墨见范贤神色 语气一下子缓和起来 似乎摸到范贤的命脉 整个人一下子自信了许多 他的话 给了范贤一种不对劲的感觉 至于哪里不对劲 范贤一时半会儿又无法确定 只觉得他口中的五主似乎变成一件东西 但范贤此时却无法深思刘墨这话里的不对劲 因为他现在要面对的是刘墨提出的这个交易 密码换五主 对不起 我已经和庆帝达成协定 只要我给他密码 他就把皇位让给我 范贤白手拒绝 范贤 还做着皇帝梦呢 在这世界里 活了二十多年 真被童话了 当皇帝 你咋不上天呢 快交出来 不然我现在 就送你去见你妈 张子安已然不耐 画到后面 恼羞不已 眼看边动手 可就在这时 低个开口说话的墨镜中年人 呼得转过身 啪 一个响亮的耳光落在张子昂的脸上 转身 出手 打脸 动作 一气呵成 行云流水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经过训练的 张子昂不料自己居然被打 猛然了一下 而后立刻往后退开一步 垂手以待 像极了做错事后被教训的孩子 禁忌之门关系着拯救人类未来的秘密 也是唯一的法门 这些刚才 刘经理已经说了 我们现身 劝你交出密码 那是因为我们觉得你拥有一个现代人的思想 应该知道怎么做 而不是跟我们讨价还价 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 也不喜欢有人跟我讨价还价 你最好失去点 不然刚才那一巴掌会落在你的脸上 到时候弄得大家都尴尬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这个墨镜中年人显然是个狠角色 刚才与范贤打招呼的是他 与范贤用商议的口吻 询问的也是他 先礼后兵放狠话的还是他 比起张子昂 这种人才是狠人 异常危险 别看到一番话说的滴水不漏 但其实其中已经杀意暗藏 只要范贤一个应对不适 此人必定雷霆出手 范贤被冰到悬崖边上 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与这个叫刘墨的人交易 用密码换取五竹 但范贤有一个问题没想明白 那就是他们为什么要用一个假五竹来杀自己 而且还差点就成功了 难道只是为了引诱自己来到这里 然后他们好抢密码 如果是这样 他们大可以用真的五竹 毕竟真的五竹对范贤的诱惑力更大 犯不着用一个假的五竹不是 用假五竹 极非变相说明他们并未真正的掌控真五竹 想到这里范贤稍微心安 但还是要面对当下的这个选择 看来谈判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既然这样 动手吧 话不投机半句多 没有什么 是动手不能解决的 暴力虽不能解决一切 但至少能解决当下的问题 范贤 我本没打算如此 但为了全人类的未来 我也不得不这么做 动手 刘沐话音落下的瞬间 以那个中年人为首的四人 立刻朝范贤包抄了上来 四人行动之迅捷 绝不在九品之下 可就在四人即将对范贤 形成彻底包围之际 一道利剑划破长空 无声无息 快如闪电 只听见 剑士穿过身体的声音传来 张子昂便捂着自己的胸口 倒了下去 范贤还没来得及反应 第二只剑再度来袭 散开 刘沐站在人群后面 大喝一声 那中年人门声 当机立断 用脚将地上的张子昂一挑 然后 快速躲避 剑士堪堪划过她的衣巾 庆帝 你胆敢背叛神庙 刘沐怒吼 声震惊磊 能够射出如此精准 伤害如此之大的剑士的人 当今世上 除了庆帝再无他人 范贤说什么 也是真的儿子 你们想要动他 先问过真 声音落下 庆帝手持一张弓 站在别院房顶上 北风掀起庆帝的裙摆 吹乱了他本来就乱糟糟的头发 但却并未影响他一如既往的王者风凡 生我儿子 你找死 中年人暴怒 放下张子昂后 立时奔雷而动 双脚在地上猛的一蹬 整个人恍如一只大雕飞起 直向庆帝扑去 既然在空中 接连变换三次招式 最后 屈指成爪 杀意凌冽 境地再无任何言语 手中长弓往前一扔 抬手逼出一掌 掌抓相撞 顿时炸裂 砰 震耳欲聋的撞击声 自池塘上空响起 池塘煞时间 喷涌树涨水花 众人急忙后退 即便是刘墨 也不由得移了一声 真气与波尚未散去 境地抢先出手 只见其双掌交错 接连拍出数掌 一掌比一掌声势浩打 到最后 竟直接将院中的走廊 震得粉碎 幸亏范贤提前跳走 不然在境地最后一掌下 他估计连个渣都不会生 那脏子昂的爹 显然没想到 境地修为如此之高 被接连强攻下 应对一下 显得非常吃力 满脸通红 与先前的自视甚高 主动出击时的傲气 截然不同 砰砰砰 再度交手数次 张子昂的爹 逐渐被境地压制 到最后 连还手的机会也无 这时 刘墨看了一眼范贤 而后立刻给身边的 另外两个人 使了个眼色 两人会议 当即放下张子昂 向范贤靠了过来 范贤则是注意到两人的动静 剑状冷笑一声 而后拔剑出桥 而两人也不多言 一前一后 配合得极其默契 拳掌交替间 隐隐形成一个巨大的牢笼 煞时间将范贤笼罩在其中 范贤挥静 将五竹交给他的招式理论 简单到极致 每一剑都像是最后一招 清尽全力 为阵八方 但即便如此 他也无法捅破这两人的牢笼 被困在其中后 只得尽力躲避两人的攻击 时不时地穿插一个反击 但却效果甚微 如此过了十招 可就在第十一招时 范贤呼得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两个人好似一下子 清净了所有修卫也似 全部铺天盖地地 往范贤身上轻扎而来 有一种要用真剂 将范贤彻底淹没的感觉 于是范贤不得不将 所有真剂都用来防守 一丝一毫也不敢懈怠 他心里也清楚 如此防守下去 也不是一回事 自己的真剂毕竟有底 一旦真剂用尽 那自己就会成为对方的 瓮中之鳖 但即便如此 他现在也找不到其他方法 来打破僵局 除非就在这时候 苦河到了 苦河的入场恰如猛虎下山 九霄飞龙 浩荡真气 煞时间席卷整个别院 气势磅礴 瞬间将两人的牢笼所击破 范贤身上的压力皱紧后 当即追上前去 长剑歇走 见风如水银泻地 煞时间 没入其中一个人的肩膀 另外一个人 见同伴被伤 急忙跳了过来 阻拦范贤继续出剑 可苦河的浩荡真气 恰在这个时候 出现在那人的身前 轰 只听一声 沉闷声响 那人倒飞出了树杖 将别院墙壁 撞毁 落在了碎石之中 这两人的修为 绝没有张子昂的跌稿 但这数两人配合无间 大宗师下几乎没有敌手 范贤虽一只脚 迈进大宗师的行列 但毕竟没有成为 真正的大宗师 被这两人所束缚后 战斗力自然下降不少 而苦河一出手 大宗师的威压 横贯全场 这两人自是无力抵挡 范贤见两人 失去了战斗力 当即朝另外一边 投去目光 然而当范贤 向那边看去的时候 庆帝与张子昂爹的战斗 也已经接近尾声 庆帝不愧为天下第一宗师 张子昂的爹 虽是拼尽全力 但修为差距实在太大 最终被庆帝一掌鸡飞 砸落在池塘水中 水花似箭 鱼波震荡 刘莫见自己的手下 进阶战败 顿时脸黑不已 但此时他却并未呈现出胆怯之色 反而隐隐中透着一股讽刺 当然 范贤也知道 他的这种讽刺 乃是基于庆帝所为 想不到啊想不到 堂堂庆帝居然背信弃义 你还记得当年 你是如何坐上皇帝宝座的吗 灵阵倒戈 你庆帝可算是千古第一 刘莫叱怒庆帝今日所为 奈何庆帝却只是一声冷笑 今日 该等好好的算一算 当年的旧账了 精彩内容 下集再见